撒末尔记上25章 1-44节 撒末尔死了 以色列众人聚集 为他哀哭 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 大卫起身 下到巴兰的旷野 在马云有一个人 他的尘业在加密 是一个大富户 有三千绵羊 一千山羊 他正在加密捡羊毛 那人名叫拿巴 是迦勒族的人 他的妻名叫雅比该 是聪明俱美的妇人 拿巴为人 刚毙凶恶 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 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 提我的名问他安 要对那父父如此说 愿你平安 愿你家平安 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 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 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 和我们在一处 我们没有欺负他们 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 可以问你的仆人 他们必告诉你 所以愿我的仆人 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 求你随手取点 是与仆人和你儿子大卫 大卫的仆人到了 讲这话 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 就住了口 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 大卫是谁 耶稀的儿子是谁 近来被逆主人逃跑的仆人甚多 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 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 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 照这话告诉大卫 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 众人就都带上刀 大卫也带上刀 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四百人 留下两百人看守器具 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七雅比该说 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 主人却辱骂他们 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 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 没有受他们的欺负 也未曾失落什么 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 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 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 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 他性情凶暴 无人敢与他说话 雅比该急忙将二百饼 两瓶带酒 五只收拾好了的羊 五细雅烘好了的穗子 一百葡萄饼 二百无花果饼 都驮在驴上 对仆人说 你们前头走 我随着你们去 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 雅比该骑着驴 正下山坡 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 雅比该就迎接他们 大卫曾说 我在旷野 外纳人看守所有的 以致他一样不失落 实在是突然了 他向我以恶报善 翻树拿巴的南丁 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 愿神重重想法与我 雅比该见大卫 便急忙下驴 在大卫面前脸浮于地叩拜 俯伏在大卫的脚前 说 我主啊 愿这罪归我 求你容婢女向你敬言 更求你听婢女的话 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 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 他名叫拿巴 他为人果然鱼丸 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 婢女并没有看见 我主呀 耶和华既然阻止你 亲手报仇 取流血的罪 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启示说 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 都像拿巴一样 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 给跟随你的仆人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 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 因我主为耶和华真正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里 查不出有什么过来 所以有人起来追逼你 寻缩你的性命 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 你的神那里蒙保护 如包裹宝器一样 你仇敌的性命 耶和华必抛去 如用鸡弦损食一样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 到了耶和华 赵所应许你的话 赐福于你 令你做以色列的王 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 觉得良心有亏 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 求你纪念婢女 大卫对亚比该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 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 因为你今日拦住我 亲手报仇 流人的血 我指着阻止我 加害与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永生的神启示 你若不速速地来迎接我 到明日早晨 凡数拿包的男丁 必定不留一个 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 就对他说 我听了你的话 准了你的情念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家吧 亚比该到拿包那里 见他在家里设摆研席 如同王的研席 拿包快乐大醉 亚比该无论大小事 都没有告诉他 就等到次日早晨 到了早晨 拿包醒了酒 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 他就魂不附体 生姜如石头一般 过了十天 耶和华击打拿包 他就死了 大卫听见拿包死了 就说 应当称颂耶和华 因他生了拿包收入我的冤 又阻止仆人行恶 也使拿包的恶归到拿包的头上 于是大卫打发人去 与亚比该说 要娶他为妻 大卫的仆人到了家密见亚比该 就对他说 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 想要娶你为妻 亚比该就起来 扶扶在地 说 我情愿做婢女 洗我主仆人的脚 亚比该立刻起身 骑上驴 带着五个使女 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 就做了大卫的妻 大卫先娶了耶稣猎人 亚西暖 他们二人都做了他的妻 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甲 就是大卫的妻 给了加林仁拉义的儿子帕提为妻 阿们